2004年,戴志诚成功撬走侯耀文的墙角 为了能和失神原因在一起 不惜抛弃陪伴自己走过最困难时候的发妻杨磊 当时,杨磊刚从春晚舞台下来 杨磊以为丈夫是打电话过来祝贺的 没有想到却是离婚的消息 杨磊比戴志诚小三岁 两人是在一场演出上认识 第一次见面时,杨磊就爱上了戴志诚 为了让两人拉近距离 杨磊还记得让戴志诚给自己介绍对象为由头 戴志诚虽说很爽快就答应下来 但是内心却十分失落 因为此时的戴志诚也对杨磊有感觉 此时的戴志诚以为杨磊对自己没有感觉 于是便将爱埋藏在心底 更是非常认真给杨磊介绍对象 首先介绍的是一位大学教师 在给杨磊介绍时 戴志诚更是将其吹到只有天上有的感觉 但杨磊给的回应却是考虑一下 几个星期过去,杨磊依然没有音信 戴志诚只好打电话咨询 杨磊冷不盯回应没感觉 之后,戴志诚依然继续给杨磊介绍对象 就在他满脸高兴询问 这该满意了吧 不曾想杨磊却突然大哭起来说道 戴志诚,难道你是木头吗 这都不明白我的心 我喜欢的人是你 你怎么那么傻 不主动向我告白 杨磊的话音刚落 戴志诚立马将杨磊拥入怀中 就这样,两人走到了一起 在当时杨磊可谓是想当当人物 连续八年登上春晚舞台 与郭达等人合作产房门前 时至今日依然是无法超越的经典 而戴志诚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即使如此 杨磊却丝毫不在乎 恋爱七年后便不顾众人反对步入婚姻殿堂 婚后两人虽说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业 但感情相当好 在圈内是出了名的模范夫妻 杨磊自己都说 就算全天下的人都离婚 他和戴志诚都不可能离婚 然而这仅仅是杨磊的自我以为而已 在两人结婚第七个年头 当时杨磊想不明白 一向恩爱如初的两人为何走到如今这一步 2004年杨磊刚从春晚舞台下来 突然接到戴志诚的电话 我们离婚吧 还没等杨磊反应过来 戴志诚就挂断了电话 杨磊这辈子都没有想到 戴志诚要和自己离婚竟然是因为原因 众所周知 原因是侯耀文的第二任妻子 按照相省界的备份来说 戴志诚要叫侯耀文试书 那么原因就是戴志诚的失审 即使相差备份 可戴志诚为了迎娶心爱的女人 不惜背负乱伦的骂名 也要和发妻杨磊离婚 原因比侯耀文小20岁 所以侯耀文对她可谓是呵护有加 横在手心怕摔倒 含在嘴里怕化掉 再加上当时侯耀文的失业正当红 经常需要出差 当时想着戴志诚是自己的失职 还跟自己住在前后楼 为了不让妻子太过无依无靠 便想着将妻子托付给失职照顾 再加上原因还和戴志诚的妻子杨磊是好闺蜜 对其百分百信任 在这一来二网的情况下 原因和戴志诚的关系越发亲近 杨磊曾说过 早在戴志诚提出分手之前 他对此也有所察觉 但是当时想到两人被分的问题 就没有多想 当时侯耀文外出出差 有一天夜里 原因打电话过来 说自己生病了 戴志诚就算此时已经躺下床 依然爬起来将其送到医院就医 甚至陪伴其整整一晚 即使杨磊有所怀疑 但是他对自己的婚姻太过自信了 认为全天下的人都会离婚 他和戴志诚都不可能 可打脸就是来得如此之快 很快戴志诚就上演了脱妻线子 戴志诚冒天下之大不韦 抛弃发妻撬走小失神 当时杨磊以为戴志诚只是在开玩笑 因为杨磊回想自己的婚姻 平时两人都是相敬如宾 没有闹不愉快 最多这段时间 自己因为排练春晚节目 对戴志诚有所疏于关心 为了挽回丈夫的心 杨磊还找到李金斗帮忙劝说 不曾想李金斗直接一句 妹妹没希望了 杨磊只好结束这段经营十一年的婚姻 当年 事业正当红的杨磊不顾非议 与事业毫无起色的戴志诚步入婚姻殿堂 分后 杨磊为了照顾丈夫的事业 甘愿与之丁客 不曾想 这段经营十一年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 刚从春晚舞台下来的杨磊接到戴志诚的离婚消息 为了挽回这段婚姻 杨磊第一时间就往家里赶 回到家后 发现戴志诚已经将自己的行李收拾一空 甚至还将经常使用的托把也带走 杨磊直接傻在原地 戴志诚在和杨磊离婚半年后 原音也和侯耀文离婚 面对小娇妻提出的离婚 侯耀文以为是自己照顾不周 但有愧疚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仅仅半年 侯耀文和杨磊还没从悲伤中走出 就传出戴志诚和原音结婚的消息 该消息一经传出 侯耀文气得差一点被过去 从此闭门谢客 而杨磊更是得了重度抑郁症 当时杨磊的朋友害怕他做傻事 轮流在他身边照顾他 可杨磊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 每天都要靠着安眠药和喝红酒才能入睡 脸上更是出现大片黑斑 用杨磊的话就是 窝底是什么颜色 我的脸就是什么颜色 每次当杨磊出门 就有人问他脸部是不是烧伤了 从此之后杨磊更加不愿出门 因为这件事情杨磊经历了十年的消沉期 从春兰小品皇后到无人问津 而侯耀文更是被人舆论到台不起头 郭德纲看到师傅如此消沉 便发誓为师傅报仇 将故事写成段子 便有了名叫托妻县子这个经典的相声 整个段子从未出现过戴志诚的名字 但大家都知道撬走诗书侯耀文小娇妻之人便是戴志诚 虽说郭德纲通过这种方式为师傅出了一口气 可惜没过多久 侯耀文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杨磊也在朋友的帮助下 十年才得以走出阴影 而戴志诚事业不仅没有受到影响 还获得小娇妻和侯耀文的小女儿妞妞 享受着本属于侯耀文的幸福生活 侯耀文的女儿妞妞也将戴志诚称为爸爸 大家对此戴志诚撬走师叔妻子这样的行为 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